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這一集的推車我跟妳講拍起來比上一集的 下一集 下一集 Golf還要開心 為什麼 因為又來到我熟悉的東西了 你知道拍現在新的車拍多了 每一台車我看它科技老人耶 你知道嗎 那個新的車我研究半天要看個里程都找不出來 你知道會遭遇到這種困難 因為科技越來越進步了 反而看到這種車會有一種懷念的感覺 就像看到NEC的BB Core 還是Motorola的小海豚一樣 這麼的興奮這麼的開心 雖然現在年輕人不懂 我們今天來到現場1997年的CRV一代 Handa CRV一代 上個禮拜才Handa耶 奧德賽耶 你為什麼都要連續咧 我以為你是為了要那個連續感 好喔也可以喔 我沒想那麼多耶 可見阿呆是想很多的人 所以找馬子才找那麼久 想太多 下次那個阿 你去拔馬子說 欸我有一座島 島主 喔真的嗎 哪一座島 好啦看一下一代CRV 1997年出廠 當初是進口的版本 99年之後呢 有一個小改款改成 南洋來組裝 國產化 新車價錢我已經查不到了 帶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一代是我公認為 除了上次我們拍的三代以外 我覺得較為粗獷的時代 當然它的粗獷 包含後面有杯輪胎以外 它的整個設計 包含它的輪弧 包含它的這個防刮材質的邊條 包含它的這個前後保桿的這個黑化 都顯示了出那個粗獷的感覺 而且你看那個年代1997年的燈到現在都不會黃 你看二代CRV現在已經黃了 如果沒整理過每顆都黃了 三代也是啊 對三代也是 眼頭那個地方就會開始斑駁 好不好 所以當代的用料 真的是比現在還好很多 所以你看1997年 現在26年的車子 大燈還是依然的閃閃動人 當然它也沒有多餘的配備 再來我們去收老車的時候 最喜歡看到這個 即蕾絲椅套 我之前是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們孤生很喜歡看到蕾絲椅套 再來一個就是這個旗桿 這個現在你有錢要買還買不到 它當初是直接鎖在下面的下戶板那邊 直接一根這樣倒上來 這台車喔 為什麼我會收它 對我們不是說不收老車的 那我跟你講這一台車呢 它1997到現在一手車 只有開4萬公里 25000英里而已 這個是一個我們去大安區收的 因為大安區車位很難找 所以它不太喜歡開車出門 再加上交通也方便 所以它就一直放在那邊 啊又捨不得賣 它覺得賣又沒什麼錢 到最後要繳稅之前 它才把它賣出來 我們才有機會去一清它的方則 跟大家分享 你從哪裡看得出來喔 你看喔 它這個登陸埔的輪胎 當時的尺寸是205 70 15對不對 你看它的新胎的點還在對不對 胎紋也超深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講喔 這個胎是2008年 也就是說它2008年換的新胎 就沒再開了 左鎮嘛 我們要左鎮它的里程 除了上堅尼網站查以外 驗車記錄查以外 這個更能讓我相信它的里程 只有4萬公里而已 因為真的2008年換的新胎 它的胎紋超深 可是我跟你講它這輪胎邊邊 都已經硬化裂開了 但是它是新的喔 胎毛也都還在喔 然後它的這個防刮材質都已經黃化了 擋泥板都已經漲青胎了 有沒有看到 當時還是手拉天線 對它是2.0的喔 需要特別講嗎 應該大家都知道吧 阿呆你知道嗎 應該大家都不知道 真的假的啦 CRV2.0開始了啊 然後當時呢 這個進口的版本 這個就沒有銅色 就是黑色的 這邊會有一個車身號碼名牌 那個時代很流行 這邊要用錨釘一個車身號碼牌 然後呢它的手把也沒有銅色的 這都國產化之後才有的東西 有沒有 然後 測開 這是測開的喔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耶 這很屌的設計耶 蠻酷的耶 你看它開到這邊啊 你如果停開靠牆壁打不開 是打不開的 對啊 離了大概一米多 這當時測開的設計 是一個很特別的設計喔 好這個當時也是一個很大的賣點 Real Time 4WD 四輪傳動 那後面差速器呢 漏油的機會蠻大的 我來看一下 乾的 漂亮 很多這個CR-V後面差速器都會漏油 那有些就會把後輪傳動拿掉 變成只有前輪傳動 那個叫懶趴 拿掉就不用修後面的傳動軸 像我們這台還OK喔 乾巴巴的 你看這設計非常棒喔 剛好 不會掉 它再多一吋 都有可能從這邊這樣掉下來 你看1997年 它就已經幫iPhone iPad找好位置 有沒有 就這樣放超棒 我剛剛就這樣放帥 好中控鎖 開關 好一個手把 再來一個字 它那時候很鳥的是 它們的電動窗速度都很慢 還有第二個啊 懷念的聲音給大家聽看看 當你鑰匙插進去的時候 這是不是跟韋哥是一樣的 對啊 HONDA的車在那個時候就是這個東西 韋哥的那個K9亞哥也是1997年 1998年 1998年出第一批啦 所以是差不多時代的東西 好發動了 這聽久了其實會暴躁 但是呢 久沒聽又懷念 你懂嗎 就跟你交往過的馬子一樣 久了會懷念嘛 但如果真的回來 在一起久了 你又暴躁了 它類似這種感覺 你懂嗎 它的電動窗是在這裡 升降機 升降機很容易壞 六角鎖也超容易壞 你看它上來 這個算好囉 換一下後座 你看後座可以放到底對不對 沒有多一塊對不對 然後再來上來 以前HONDA的升降機都是這樣 有時候下雨天你還要幫它拉一下 邊按邊幫它推 已經不是缺點了 這是一種浪漫 幫你的三門K8推波裡面 已經變成一種浪漫了 它至少沒有歪掉 歪掉你就GG了 來給大家看一下 25000MPH 除了騎剛剛第一個對不對 第一個喜歡看到的就是貼這個 你知道當什麼 它自己換算的時數 對它自己換算的時數 其實它的那一圈就有公里數了 我有遇過有些會點力可白的 在60跟110的地方各點一點 它超速 對它提醒自己不要超速 那會去貼這個人 第一個一定有年紀 第二個它一定是一個非常的保守 心態非常保守 非常手把 所以我非常喜歡看到車上有貼這個 然後我們上一集奧德賽是不是才講到 它最會把中間的這個空間釋放出來 所以你看 這是一個傳承 這邊拉出來 有兩個杯架 奧德賽是嗎 然後走道 我上一集是不是剛好有講到走道 好這裡就走道了 其實你可以直接爬過去 我現在爬嗎 真的可以耶 因為我剛試過 有沒有 它這個有一個扳桿 扳上來 對不對 把這個扳桿扳下去 走道就出來了 它手插設在這邊 它做的是懷檔的設計 那新款的 小改款99年之後國產化 變成原棒的型 我記得有個OD檔 好像在這邊 那這個舊型這邊就是做D3D4 跟那時候的洗美一樣 那時候美規有定速跟雙安全器 你看這個椅子多漂亮 原廠的熔布椅多漂亮 下面有個換片箱 在駕駛座下面 偏拉夠重的 12片吧 這個好像是6片的喔 薄薄的 整個中控台 漂亮亮亮 然後那時候它的頭枕是做這種中控型 好看一下後座的位置好不好 這個應該是我開車的位置 我來去後座看一下 那時候齁 那時候齁 也出現了這種車 第一次出現 也出現了一個比較難得的東西 就是 這個叫什麼 全國嶺式 全國嶺式的地板 但是 有點擠 可是椅背可以調吧 我記得椅背可以調啊 喔有啊有沒有 欸這樣就可以了 喔這樣就不錯了耶 你如果腳太長 叫它把這塊拿下來 就可以伸過去了 你看我馬上演戲 這樣 喔喔喔 欸烏耶 有啦 這樣可以 一隻腳彎的 坐中間才可以兩隻腳 不過有一隻腳我已經很滿足了 可以可以可以 我覺得可以 它這個都是可以移的 然後我記得這個可以這樣 然後這個可以移 這個這樣要幹嘛 搬東西啊 你把這個頭枕拿起來 全平啊 兩邊弄的全平 有沒有 你這邊都弄平 你後面就可以載東西了 然後這邊你把它打平對不對 然後拿前面啊 唉唷 你看我腳是全直的 有沒有看到 欸就可以跟老婆大小生了 我們Kobe 呼應前面一集奧德賽 大小生被趕出去睡覺 你就可以睡車上 怎麼都不用怕 對不對 房間不能睡 客廳不能睡 我睡車上 喔好舒服喔 買這個也可以跟老婆大小生 不一定要花一百多萬 花少少的錢 你也可以跟老婆大小生 好 可以整個伸直行平 不過它這個真的 後座太少開了 你看 這後座真的很少開 好 這都要用油 稍微把它再潤瓦一下 看一下引擎室 好還是看得到這個歲月的痕跡啦 包含它這個 我覺得是因為前車主 它自己貼的那個引擎的 隔音隔熱免都硬掉了 全部都硬化了 欸它當初美龜條碼也還在耶 你看葉子板也有耶 美龜條碼都還在耶 雖然已經斑駁了 好這個是定速 鋼索拉結氣門的方式的一個定速 當時 它這個引擎是什麼 什麼代號我就忘記了 我記得是這裡啦 我記得它引擎號碼在這 對對對 對啦 這應該是B20B的引擎 以前我記得 有一些B18的引擎 會用CRV的上座 然後去改這個引擎 馬力比較大 好像是用B20B馬力化 但是你雖然看它里程數很少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 全部都已經是氧化了 包含一些水管的接頭 你都可以看到一點點的水秀 所以這個整個水路回來真的整個都整理過 包含一些熱水管的接頭都會有一點生鏽 那時候HONDA原廠的散熱片就是這麼小 你看這水箱有夠薄 那時候HONDA的水箱都做超小 然後都要加厚加大 都要換加厚加大 所以很容易抓溫度 那我們就出去試一下啦 懷念的CRV一代 高級配備 雨刷頂高氣 不知道有沒有用 它就把你頂離開玻璃 你只要一刷 正常來講它應該就要復原 我來試試看它還是不好 會刮傷嗎 不會 它會彈掉 我怕它壞掉了 靠屁 壞掉了 幹 啊 這麼爛東西 它這是一個橡皮擦材質 它橡皮擦到這裡來 真的壞了 以前最高級的配備 雨刷頂高氣 怎麼辦 我等一下開車一直要看著這一條 好啦 追試車啦 不用了啦 歐級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這有隔音嗎 看 你看 我那個UBER UBER EAT的 歐頭筆過去 我剛剛以為我窗戶沒關 我剛剛也是看了一下 靠一下 欸 老公老公還會補頭刀 油門吹起來 有那種早期Honda的那種引擎聲 你看這頭前這都斑駁 它死掉了 這個我們這一台是前期的啦 前期我記得是126匹馬力吧 進口版 然後國產化之後會變成148 這個車又紅回來 最近有很多的 初代的CRV 市場上有人在買 可以回來改裝整理 也是可以改成一個戶外用車 然後RAV4 RAV4初代的 也很多人 也是水漲船高 現在RAV4初代有整理過的 你在網路上買可能要一二十萬 因為整理的你可能沒有十萬 你也買不到車票量的話 一定都要十萬以上 那CRV應該是還好 但車也是越來越少 你要買到車況好的 機會也不大 毫無隔音可言 引擎聲 直接就是傳進室內來 底盤齁嚨嚨的聲音 直接就往上傳 旁邊呢 風切聲 有車子呼嘯而過的聲音 直接傳進來 連車頂你都能聽到風在吹 四面八方真的被它的噪音所圍繞 我跟你講唯一的就是 它這顆引擎真是好 沒有啦 它不只這個 它的內裝保持也很漂亮 這很大聲 來我稍微吹一下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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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只要一上路 我一上這台CRV一開出來呢 馬上就讓我回憶起小時候 在那個K8流行的那個年代 差不多吧 97年嗎 K8大概96年出的 講到K8 K8其實四門的 都是完全是沒有手牌 但是96年 97年呢 有出一批手牌 就出這兩年 四門版本的原廠手牌 剩下再來四門完全 再也沒有手牌車 要老屁股才會知道 尤其有些那個小改款的車頭 四門的然後又是手牌的 那基本上都是改的 據說這一台當初使用的是CIVIC的地板 但這個我小時候沒有太過於研究 所以如果有錯大家可以執政 那之後的小改款之後 導入國產之後 有出天窗版本 但是呢 這個進口的版本 一律都是只有一個規格而已 雖然喔 這個不是一個很標準的那種 吉普越野車的設計 它雖然看起來後面背個輪胎 好像很像是吉普車的感覺 可是事實上 它是一個轎車的地板 所以開起來基本上 它的舒適度跟轎車是一樣的 那它的避震器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年紀的關係 其實現在顯得有一點點的軟 有點軟 我懷疑可能避震器有一點自身性已經不行了 不過因為這樣舒適度意外的 好像還不錯耶 至少不會硬碰硬的呢 喔對 這個我覺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實這台車喔 從以前我印象最深的通病 我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 升降機跟六角鎖 超會壞 這台車玻璃升降速度超慢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那個年代的 HONDA的車的升降機 都比別人沒力你知道嗎 它這個六角鎖也是超會壞 那個已經變成是一種消耗品的存在 然後呢 現在呢 我們有幫大家去尋駕一下 現在市面上這個一代CR-V的零件 基本上正常的已經幾乎找不到 所以呢全部零件都是附廠的價格 比如說我剛剛說的升降機 應該大約在一千多塊 一千五左右 然後六角鎖也差不多 一顆喔 一顆大概就在一千五左右 雖然是不貴啦 但是都是附廠的 剛剛是我記得的通病 那剩下的是一些消耗品 因為你那麼久的車 1997 25年了吧 假設呢你換一個 這個水箱的散熱馬達 也大概是在一千五百塊 然後這個 汽油方斧如果壞掉呢 大約在三千塊 好像是Dansol的吧 那時候HONDA 很多零件都跟Dansol配合 然後分電盤 它這時候還是分電盤 分電盤一顆也是大概三千塊錢 這都附廠 再來引擎腳的話 我看引擎腳那麼便宜喔 附廠的 附廠的引擎腳一隻都幾百塊而已 都不到一千耶 避震器一隻大約是兩千塊錢 附廠的 正式皮帶大約一千塊 水箱大約是兩千多 發電機整理 翻新的一顆也是兩千多塊 然後這個冷氣的壓縮機 一顆大約五千 以上是大概這個 初代CRV的一些零件的價格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老車有時候比較擔心 不知道什麼時候要出什麼問題 就跟人年紀大一樣 一個人到了一個年紀 它即使在怎麼養生 在怎麼保養 有保持在運動 事實上它的一些機構 身體的器官 真的是不比年輕人 所以很容易說 天氣一個季節變換 冷熱交替 或者是不小心跌倒 都會比較嚴重 這很正常 所以車子其實也是一樣 它到了一個年紀 你真的很難去預測說 它什麼時候 哪個地方要出什麼問題 再來 關於老車的第二個問題 千萬你們看到很多在什麼社團 FB什麼在PO自售老車有沒有 你千萬不要相信 無代休三個字 不可能無代休 一台老車不可能無代休 我只能說 如果它這麼有信心說無代休 我只能說那個車主自信心爆風 或者是它的標準比較低 那有沒有可能1%吧 它真的不計成本 車子什麼東西都花 但我覺得 只有1%的車主會去做到說 完完全全 把它車用高標準修到緊繃 我說老車 好不好 所以無代休三個字 我是覺得聽聽就好了 它的無代休不等於你的無代休 然後開老車的第三個問題 就是車禍 發生事故的時候 第一個你保險就有問題了 你老車很難保險 保險公司就不收了 再來你跟人家碰撞 就算是人家的肇事生 你要叫人家賠 那到時候呢 它跟你做一個那個 汽車的那個叫什麼 零件 它跟你算一個 你車零的那個減損 老車它會乘上一個係數 你是幾年車 所以它只賠你 乘以多少 到最後有沒有 可能你花了十幾萬修車 然後到最後只賠你80塊 有沒有可能 因為年紀太大了 一直乘上那個叫什麼 折舊 所以第三個就是 其實在保險這部分很麻煩 好 就算它願意陪你 你零件還不好找 不見得都找得到完整的零件 你可能要找殺肉的 新的零件你可能是找不到的 所以其實養老車 人家為什麼說養老車是非常有害的 因為它真的是有一些 有一些問題存在 那當然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安全配備 對不對 這個年份的車動輒我們常常 像柯P上次 就是估那個E30 一個氣囊都沒有 但不要說什麼ABS 防滑 那個完全是沒有的 對不對 然後再來一個 因為車子年紀老了 你的板金什麼 可能都已經疲勞了 或者是它已經 沒有當時那麼堅固了 要打折一下 安全強度要打折一下 所以老車基本上 還是存在著一些問題 那我是覺得說 如果慢慢開 開個風味 開個品味 我是覺得 不要出意外的話 萬一出意外的話 真的你會比別人還要頭痛 所以我也曾經看到很多老車 就是因為這種車禍 不管是自己的錯 或是對方的錯 都不管 但是我遇到很多 很可惜的老車 都這樣爆黑掉 在這個 人人每天都在討論 電車的這個時代 這樣子經典的 油車已經越來越少了 那最後這台車的油耗 平均起來 應該是在10公里左右 如果你要把它的那個 引擎的狀況 年紀算進去 我覺得8公里上 8公里可能會比較合理 1公升我覺得大概7、8公里 看你怎麼開 但我覺得因為它有年紀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算一些折損 那袋數還是很安靜 很穩 屁股也不麻 手也不麻 不錯 我現在發現少了一個東西耶 少了一個東西 時鐘啊 這裡原本應該是時鐘 應該要有個時鐘 那個出風口旁邊的按鈕 哪一鈕 上面那鈕 這個啊 定速啊 定速按下去以後 它亮了 你才可以從這邊控制 是分開的喔 那時候的設計都這樣很奇怪 它會有一個定速的按鈕按下去 之後你才可以 開始控制 那個年代就是這樣 我記得那年代的TOYOTA 也都是用拉伸的 拉伸出來 拉伸出來 它就拉著然後卡在那邊 對啊 你現在踩到哪裡 卡著 很像那個 物理性 這就是物理性的定速 欸這沒什麼好講的咧 剛剛都講完了 分享價錢好不好 這個車現在已經沒有一定的行情了 車慣不好的報廢了很多 那你如果有整理好的 十幾萬再賣的也不在少數 好不好 那這種老車其實也沒有一定的行情 有人要賣20萬的也不奇怪 有人賣有人買 行情就出現了 但基本上我們這一台的話 影片上的應該會有蠻多的觀眾朋友 都會來訊想要買 可是我們的車上架還是以官網為主 好不好 我們在這邊宣導一下 就是我們影片拍攝時間 跟整理的時間 有時候並不一定是能夠趕得上的 所以呢 不管你們在我們的影片上面 看到了什麼有興趣的車 那你只要定期的去看一下我們的官網 以我們官網有上架為主 比如說像有些人看到 已經不知道幾個月前的WISH 計程車那個啊 到現在都還有人在問說 那個車賣多少錢 甚至MG也還有人在問 那其實很簡單喔 你如果在我們影片有看到 任何的車子有興趣 你就去我們官網看 如果官網上沒有就是還沒有賣這樣 那也不要問我們什麼時候 才會上架 因為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的時間 這個一連串的檢查跟整理 要整理到什麼程度 我們都要開會討論 像這個車我們 有可能也不會把它整理到緊繃 我們只是盡量把它還原 讓下一個人去好好照顧它也有可能 所以我們會經過討論之後 才會決定要怎麼修 再來修立場 也不一定隨時都是有空的 所以整個10天的排程 連我們自己都不曉得 站在我立場我當然希望 希望車趕快都整理好趕快 全部都丟上去趕快賣掉是最好 可是其實想像很豐滿 現實很骨感喔 其實是做不到的 好不好 所以就請各位多多擔待 記得到Google搜尋小試汽車 第一個就會出現我們的官網 那你就可以點連結進去 對很多人會問我啊 小試請問要先買車還是先買房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啦 你跟他講說先買車 他說可是車子是負資產 你跟他說不然先買房 房子那麼貴要存很久 買不起 又買不起 我是這樣子建議 不如你就先買塔位好了 你知道為什麼 你現在買了以後可以住一輩子 這個才是你最後的歸宿嘛 而且塔位現在買了還比較便宜 以後會漲價 死還管得了那麼多啊 你死了你還管住哪 隨便灑一灑就好了 你還管他住哪 你是要住塔位的嗎 我不是啊 你想要灑出去什麼 我不知道耶 怎樣 你現在是擔心以後沒人幫我處理 你要先記起來 那你留個紀錄啊 以後要幫我處理是不是 我都把它隨便灑掉就好了 我都死了我會管他的 你結尾了嗎 訂閱的時候講話 好像沒有耶 大家聊天 好啦 那這一期我們的懷舊之旅 1997年的CRV CRVR 就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留言 開啟小鈴鐺 下週見啦 下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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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貫 下週見 下週不開始 下週見 下週見 下 cogn pos 下週見 下週見 是跟我一起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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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門在外只有聖化司 阿台這有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你知道嗎? 什麼叫神奇的東西 你看 這個 這什麼你知道嗎? 一樣 哇今天在外面露營 這個就可以做了 假設我們有椅子就做的 不錯吧 兜啊 這是兜啊 所以這不是一樣 這是兜啊 它設計就是 融合一體 有沒有放在這邊 這是當初一起附的 對啊 新車配備 新車配備 標準配備 它收起來就這樣 啊它附桌子沒有附椅子 沒有椅子啊 哇 帥吧 這麼酷 酷喔 這原廠的喔 好像後來後期的就沒了 被偷掉了 二代有嗎 沒有 二代有 三代就沒了 哇 這個圓剩下 好這樣卡住之後 桌子就不會 合不起來了 欸這真的圓剩的啦 你看 CRV 有沒有看到 喔 HONDA CRV 對啊 收起來它就這樣左右拿起來 就可以收起來了 好 它小的要先收 再收這個大的 你看 我要怕放在地上 有沒有 收起來 它這個滅額度很好喔 收回去就變戰板這樣 對啊 哇 蠻帥的耶 這個沒有講應該沒有人會知道吧 應該 對啦 欸 新車 欸 1997年的新車彩球 放到現在咧 哇靠 就讓我們買去就把它卡起來 耶 好 這是小桌子 每人講每人知道的一個小秘密 給我